应该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 还有我们迄今内 一个礼拜有四天的时间 都在前台湾 每所国小的小学里面 社区的活动中心 推广儿童竹经 因为儿童竹经 儿童的记忆率 在3岁到13岁 可以说0岁到13岁的期间 它的记忆容量是非常大的 你送什么东西给他 他就全部吸收 他没办法分出好坏 所以当一个父母亲 如果他懂得这件事情 他的小朋友成长过程中 如果你可以提供很多的 这些圣人先贤 所留下的这些名言 又叫他背 以后他还不得了 他记忆体容量非常的大 以色列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这么的强 因为他们整个小学里 整个的过程 要被几万个字的经典 所以全世界造就诺贝尔 诺贝尔奖的国家 就是以色列 每天早上还要呼吸一处 几万个字 所有很多的助攻老师 我们帮他培训之后 他就到美所学校去 帮我们教导那些小朋友读经 当他在教的时候 他会慢慢去感受到 我在疼爱别人的小孩子 我就跟他讲 当你的心思在疼爱别人的小孩子的时候 你的小孩子 也有别人会疼爱他 会遇到贵人 这是我常常在讲的 一路上下来 我都一直在为了儿童的读经在忙 都是为了别人的小孩子 但是我的小孩子 整个成长过程 我们天天有机会来分享大家的这种机会 他们都说他们遇到贵人 遇到贵人 连到美国去 也遇到贵人 背了八十几公斤的重量 一个皮箱三十二公斤 两个六十四公斤 还要背台诺木格 还要背一个背包 手提包还提两包 因为一次气要四连五连六连七连 这么久的时间 能背的东西要背 不然什么都很贵 就这样去了 当飞机友帮他把你运到机场 你拿来推这 要推你这八十几公斤的东西 真的是很难推 尤其那个棋楼下面的地板是斜的 一推就歪掉了 整个倒下去 那个警察说 要不要我帮忙啊 你要去哪里啊 他跟他说我要到另外一个 国内的班机机场 警察真的帮他推 他Skype跟爸爸讲说 爸爸我今天遇到贵人 我说什么事啊 那个八十几公斤 我真的是推不动 每次推就倒掉 每次推就倒掉 后来警察先生就帮我推了 我说你看你老爸做好事啊 你们就都会遇到贵人啊 他说爸爸都是讲这样 对了 我师兄九二九十五 小子他也胆大了 但是他也感觉到 他也感觉到 真的 做好事有好报 这个才是真的根本 人能不能比财务啦 我跟你讲 你有多大的财务 别人比你更大啦 你有多 有多少的财务 别人比你更多啦 都是有可能的啦 我会就是人的这种品格 这是不能比 这是受到人家的夸奖的 不能有钱的 一般是 人家是不会欣赏的 大部分都是基督比较多啦 这个人的心态 好奇怪就是这样啊 来第三我们来谈 成就 圣人之德 圣人 会说话的天地 是要立功 立德 立言 一流美德道义来教话后事 得得众生 就像我今天在这里 跟你们上课 讲给你们听 这个就在笑法天地 这个上天你看 这个太阳 不管你做事 做得好 做得不好 做得对 做得错 他没有输偏 好人坏人 他每个人都会照射他 对不对 就是 我们用太阳来生 他是天嘛 以输无偏 威德是福 上天他没有说 是偏差什么人 没有的 你好坏人 他还是照射 照样照射你 白天就是白天 晚上就是晚上 今天的白天你没有把握 不管你是王亲国妾 国妻 王亲国妻 还是一样 轮到晚上太阳 还是跳下去的 还是晚上 所以说 我们笑话天地 那地呢 混讲就信用 你种什么东西下去 他一定长什么东西给你吃 种花生一定会生花生 觉得不可能种花生的长红豆 不可能是这样的 混讲就信用 所以下瓦天地 虽然天不严 地不宜 但是在在都在提醒着我们 人造的道理 轰挑以顺 人不造道理 你所做的一切 到最后你都要自己去承受的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我在这里讲课 假如我 没办法立功 最起码我还可以立言 讲一些话 立言之后人就会立德 你讲的越多 讲的越多 应该你是 因为朝了这个理念来做 无情中你就可以赔下 混乱的德气 所以说成就圣人的这种德气 就是 学习的天地 效法他们的精神 立功 立德 立言 余留美德 道义 教化 厚恕的人 得责众生 希望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 因为时真的坚持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最后祝大家 滑喜充满 身体健康 万一主义 谢谢